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10月收入增速放缓 这可能是随着市场出现泡沫 人工智慧AI需求正在趋缓的又一季下 10月销售额增长了16.9% 未自2024年2月以来的最低增速 分析师平均预期台积电本季度的销售额将增长16% 尽管如此 自今年年初以来台积电股价已上涨约37% 由于投资者对该板块的高估值越来越感到不安 全球科技股11月上旬遭遇重挫 华尔街执行长们也纷纷警告称股市可能出现回调 Michael Burry的Sign on Asset Management也披露了看空挥达的压主 不过 业内高管们仍对AI驱动的增长充满信心 Meta Platforms Inc Alphabet Inc 亚马逊和微软公司 明年将共同投入超过4000亿美元用于AI建设 较2025年增长21% 以确保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汇达执行长黄仁勋于11月中旬表示 公司的生意逐越增长 越来越好 黄仁勋此前在台湾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 期间 他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见面 并要求增加晶片供应 目前 各大晶片设计公司都在争相 从这家位于新竹的公司获取有限的供应 另外 随着AI晶片功率的持续跃升 传统散热方案已逐渐触及效能天花板 全球晶圆代工领导者台积电 也是当前汇达GPU的核心制造伙伴 不再局限于被动适配外部技术 而是主动出击 推出了一项名为西极城微冷却器 IMCSI的前沿散热方案 这项基础的核心在于 直接塞在半导体晶片SOC的表面 构建微米级冷却流道 直接制造出微米级的水路 让冷却液流过并直接带走热量 这一设计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散热路径 旨在从根本上解决AI伺服器的散热瓶颈 并以成功与其王牌的 CoOS先进封装技术相结合 作为全球领先的晶圆代工企业 台积电在先进封装技术方面持续创新 其研发的CoOS平台 已成为集成高频宽记忆体 HBM和多个系统级晶片SOC的关键技术 CoOS技术是台积电开发的一种 2.5D 3D堆叠一构集成封装解决方案 通过将多个晶片集成在单一锡中介层上 实现高密度互联 CoOS技术虽然极大的提升了晶片的集成度和效能 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散热挑战 为此台积电及其生态系统伙伴积极探索 并部署一系列前沿液冷解决方案 当前主流的液冷散热依赖外部安装的金属冷板 晶片与冷板间必须通过导热界面材料TIM进行热连接 正是这一薄层材料 在实际散热过程中形成了显著的界面热组 构成了散热的最后一毫米瓶颈 成为限制整体散热效能提升的关键因素 为了解决CoOS平台上的高功率和高功率密度散热问题 台积电展示了一种晶片液冷解决方案 西集成微通道冷却系统IMCSI 通过实现冷却液与晶片表面的直接热交换 完全绕过了导热界面层 该方案已在3.3X被光照尺寸的CoOS-R封装上进行了演示 其优势在于只需对现有CoOS工艺流程进行最小化修改 测试数据表明 这一设计可将整体热组降低约30% 显著提升散热效率 这标志着微通道晶片液冷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实际应用的关键一步 为未来高效能运算和AI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散热支持 一项散热技术能否成功 关键在于它能否与现有的主流制造工艺无缝集成 这正是台积电此次技术发表中 最具冲击力的部分IMCSI已被证明可以以最小的工艺变更 整合近期主流的CoOS-R先进封装流程中 在不显著改变现有CoOS-R工艺流程的前提下 将微冷却结构集成到封装内部 具体实现路径包括在机板上完成晶片贴装后 直接在晶片表面构建微柱阵列 以最大化散热面积 沿用标准封装流程 最后通过密封结构和带接口的上盖 形成密闭液冷通道 根据台积电提供的仿真结果 在使用纯水作为冷却介质 流量为10升每分钟的条件下 集成IMCSI的CoOS封装 可实现约3400瓦的散热能力 这一效能指标不仅完全满足 现有高阶裂晶片的散热需求 更为未来功率可能突破2000瓦的 下一代产品预留了充足余量 在可靠性验证方面 该技术通过了包括高温焊接 和极端温度循环在内的多项严苛测试 其密封效能远超行业标准 台积电IMCSI技术的发表 其意义远不止于一次散热技术的进步 它清晰地揭示了这家全球晶片制造霸主 正在如何利用其深厚的制造底蕴 重新定义产业的边界 首先这是台积电将其制造及服务的版图 从前端的晶圆制造 向后端的系统级封装与散热 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延伸 过去散热是封装厂OSAT或系统集成商 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现在台积电正在将散热方案 原生地集成到其最核心的 CoOS封装技术中 它向客户提供的将不再 仅仅是一颗颗裸露的晶片 而是一个高度集成 自带中央空调的 极差极用的超高效能运算模块 其次 这是对整个散热产业链的 一次结构性挑战 通过在晶片制造流程中 直接涨出散热结构 台积电正在将原本属于 外部供应链的价值 如TIM材料 部分棱板制造 内化到自己的技术体系中 这不仅能为其带来更高的利润 更重要的是 它通过提供一个效能更优 集成度更高的官方解决方案 极大的增强了客户 对其coOS平台的依赖性 对于正在全力追赶先进封装的 其他半导体产业而言 台积电的这一动向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讯号 它表明 未来先进封装的竞争 将不再是单一封装技术的比拼 而是一场涵盖了电 光热等所有物理维度的系统集 集成的大战 仅仅能够模仿coOS的结构是远远不够的 能否提供与之配套的 同样具有竞争力的系统级散热 光互联等解决方案 将成为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